各位朋友 大家好 尚哥今天跟大家讲一下 如果你工作上 时时需要牙齿 我们怎样可以改善我们 因为牙齿 令到我们身体不息呢? 其实因为中心的角度说 日头和夜晚是一个阴阳的转变 晚上11点至凌晨3点 是肝胆惊血最旺盛的时候 这个时候是需要休息的 如果你是不睡觉的话 这个肝胀是我们身体主要的代謝器官 就不能够发挥它的好好作用 因为它是要把毒素排走的 它排不到 毒素就流传我们身体里面 这样慢慢积聚下去 就会令到我们身体影响的健康 所以医生经常跟病人说 你最好11点前睡觉 但这一项很多人都做不到 有些是因为贪玩 有些真的是工作上的需要 所以现在跟大家说一下 如果你真的是熬夜 你吃什么东西 比较改善你这个情况 没有那么累 可以把你的身体消耗能量 减到最低呢? 第一 不要吃那么多淀粉质的食物 其实熬夜的时候特别肚饿 你就会又吃面包、饼干 或者还会做个杯面炭 但是这些淀粉质的食物 你会越吃越想睡觉 那就更加没有精神去做你应该做的工作 第二 不要吃油炸或者生辣的食物 有时熬夜一直喜欢吃薯片 提神 以为有些食物吃着 没那么容易眼睡 其实是绝对不适宜 因为你熬夜已经令到身体火气大 你再吃这些新辣油炸的食物 等于火上加油 你跟着 可能你第一 喉咙又痛 又会出暗瘡 第三 如果肚饿我们怎么做呢? 就要吃些适量的肉类 反而会提高你工作效率 因为肉类里面含有的维他命B 是能够消除疲劳 增强人体的抗压力 而蛋白质又可以提供牙野时需要的热量 和足进新陳代謝 所以不要薯片 不如喝杯牛奶 或者吃些牛肉 猪肉 鱼类 豆类 这些食物 最适宜 第四 不要喝这么多咖啡 多点喝水 很多人说 咖啡提神 为什么不喝? 没错 它好像提神 但是 它经过烘焙之后 加上很多人喝咖啡 给很多糖 很多奶 那就容易引起湿热 而且咖啡因的饮品 会消耗你身体内 和神经肌肉协调有关的维他命B 如果你缺乏维他命B 人更容易累 第五 你要喝东西 不如自己做些健康的 熬夜的茶饮吧 这样可以帮你舒缓眼睛疲劳 和凌晨 令你精神没那么紧张 那怎么做呢? 下一个视频为你介绍吧 同时如果肚饿 可以多吃点水果 特别像木瓜、香蕉 最好加些乳酪 如果可以用搅拌机打成一杯 像这个奶色那样就最好 不过如果你半夜开过机 可能会吵醒你的家人 那你就可以把这些水果 和乳酪一起吃 因为这些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 能够滋润的肠度 和补充身体的能量 所以如果真的要读书 或者工作上需要熬夜的朋友 你饮食上不妨参考一下这几点的提议 多谢你们的收听